孩子的安全总是容易触动大众的神经,在提及儿童安全的时候,儿童智能手表是一个热门话题。 一方面,儿童智能手表凭借其定位、通话等功能,可以让家长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,被打上防丢神器的标签。 但另一方面,很多儿童智能手表的电磁辐射、信息安全等问题上面就被爆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 所以,面对这样的矛盾,让很多家长都无所适从,儿童智能手表到底该如何选择? 今天,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有关选择儿童智能手表的知识点。 一,选择要素,定位功能。定位功能是儿童智能手表的核心功能,它可以帮助家长迅速找到孩子的位置。 主要分为室外室内两种定位方式。室外定位主要依靠卫星系统,其中有包括GPS和BETO定位两种方式。 GPS定位是卫星定位方式中最常见的技术。 室外准转5到10米,每种定位则是中国开发的卫星定位系统。 室外准转5到15米,室内定位的话则需要WiFi基站等进行辅助。 但从理论上来讲,多种定位技术的组合,才能实现更精准的定位。 比如一个4重定位,GPS,WiFi,LBS基站,加速度感应器。 产品比双重定位,GPSJLBS基站,产品的精确度要高。 持航时间,由于GPS芯片耗电较大,所有的安全定位手表续航时间,都明显低于健康手环类产品。 虽然很多品牌宣称自家儿童智能手表的续航能力可以达到3-4天,但这只是单纯的续航能力。 如果开启定位、通话、互动等应用,那么其续航能力可能就会下降至两天甚至一天。 所以,应当选择续航时间长的产品。 充电方式 儿童智能手表的充电方式主要有两种,一种采用机附式充电座,形状卡通,颇受孩子喜欢,但在充电过程中容易脱落,而且充电座一旦损坏或者丢失,就无法充电。 另一种采用常规USB充电口,技术称除通用,替代性强,容易找到余配件。 屏幕与材质,儿童电子手表应当选择显示清晰。 不伤眼睛的屏幕,最好是被光OLED屏,这样即使是在强凉光下和黑暗中,也能有不错的显示效果。 在材质的选择上,安全性和佩戴的舒适度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,儿童一般都喜欢咬拭手边的东西,所以选择食品机材质更放心。 除此以外,防水问题也值得考虑,选择时尽量选择一些防水级别较高。 比如防水等级维RPX7的定位手表,如果级别不够高,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手表难免会进水,沾水后充电,很容易引起爆炸。 2. 使用功能 电子围栏和SOS求救 电子围栏不明思义,就是之前在APP上设置好围栏范围。 一旦孩子离开画定的围栏区域,家长的手机就会自动报警,并能显示出孩子所在的位置。 SOS求救键,则是在孩子发生危险时使用,按下该键后,所有联系人的手机端会立刻响起警报声,中间几乎没有出现缓冲时间。 使用指数,历史足迹查询和一键监听,通过配套APP,家长可查询孩子走过的线路,选择需要查看的历史时段后,就能看到孩子的运动轨迹了。 一键监听是,为了让家长随时获得孩子周边怀性的相关信息,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孩子。 使用指数,手表蓝牙脱落提醒和电子趋劝,当手表从手上取下来时,会发送报警信息给亲警号码。 即使手表已被取下,这个功能是防止人们因素如人般等强制性取下手表,而导致家长无法及时了解小孩信息。 后一功能是针对夏天设计,采用电磁波源里产生蓝虫讨厌的声波,达到驱赶蚊子的效果。 使用指数。 三,需要注意的问题。 辐射问题,有关儿童定位手表,有过辐射超千倍这样的留言。 在目前公布的手表检测报告指出,它的辐射是均低于国家标准的二,零万美千克,符合国家有关移动通讯技术辐射的规定。 不过不是这个问题,也应该多有一些,选择通过正规检测的手表比较放心。 信息安全问题,客户端和手表之间的通信是通过厂商的服务器连接的。 由于第三方的接触,所以客人的私密信息和一些数据资料,非常容易出现泄露的危险。 因此在选购产品,是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产品。 同时还要查看是否有国家入网许可CTA认证,3C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等。 详细读到这里,大家都知道应该如何选择一款好的儿童智能手表了。 具体拿款好,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推荐。 制电精神是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创建制电消费者评测机构,发布的最佳家电科技产品清单。 按照价格高中低分别的相应阶段推出轻车榜、实力榜、性价棒产品,满足不同需求。 01,请说吧小天才知电精神编号,0369,知电精神型号,Z3游泳机防水版。 参考价格1298元,推荐理由,屏幕采用了三星AMOLED全主屏,年色绚丽,360乘以320高分辨率。 芯片则采用了高通骁龙Ware2100。 低功耗,小鸡鸡,少发热,美国的康宁60度TPSIV的表戴,戴起来舒服,凑气,耐用,耐仓。 小天才专注儿童领域8年。 更专业,小天才为3个位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,强大功能让味翻成了毫无争议的行业标杆。 02,实力榜360儿童电话手表,质地精选编号,0370,质地精选型号,防水版WU09。 参考价格599元,推荐理由,采用了全新的ID设计,NCVM工艺微虎表牌造型时尚。 结构上也有助于保护屏幕,卡圈方针,搭配可更化的高线纳米抗军表带,高强,高弹,极抗拉,除了天空栏,金花笨两色,后续还将陆续上线多款铜区表带配件。 此外,UI方面,360采用情感化视觉设计,专为儿童定制了一套专属360儿童手表互动UI,画面更活泼,更轻柔,配合超大全彩触屏,也能更好地保护儿童的眼睛,视力。 第三,性价棒小米支店精选编号,0040,支店精选型号,小学S1儿童手表,参考价格,279元,推荐理由,小米小学S1,充电一次可以正常使用5天,省去了一天一充的烦恼,拥有其冲安全定位,定位升级会更精准,乃至的AI智能问答,可以解决孩子的事外个为什么。 此前,我们评测过多款儿童手表,小薰S1的定位,相对而言更加精准,还可以插入C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稳贴气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